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3年8月25日,星期五拍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恆子今天走勢 看到恆子今天是低開了 低開了之後有個反彈,刀彈不是太高 去到18138,今天是最高 接著就跌到應該是最低收視 跌了255點 現在的反彈也未完 今天應該是在走B浪 這個反彈應該是走A,B,C 現在的反彈應該是B浪 就是做A浪的回套 接著應該會有C B上去 因為根據那個 看那個MACD 它也 不是太像 這樣就做完了那個 歪浪的 歪浪的B反彈 當然 排除不了 因為它這個反彈已經 足夠YA浪的20%以上 排除不了 看到它的STC 也在超賣區以上 死差了 只能夠說這裡完成了一個紫浪 這個紫浪會不會就是反彈浪 就是這麼簡單的完成了呢 也都排除不了 但是比較普遍 都是認為這個是一個A浪 進入了B浪 就會有一個C浪 那就是應該是 那個反彈呢 就不像這麼快緣的 那就看一看 Patreon分享的圖 那這個是4小時的圖 用了那個MACD浪 用了MACD浪去找回它的 那個 量度 阻力位 那就是說 把這個浪 和後面那個浪比較 那 看到是1比1期找了 所以應該就 有機會去到1比1.618 但是它就先回套了 就是它 因為 如果數浪 它這裡是A 那你做個B 先走個C 那 所以就 看看 看一看 直視圖 看一看 4小時的圖 那看到 這裡的調整呢 看到比較大支的陰竹 是這支 然後又這支 那這個是反彈 所以看到是 A B C 然後又收了陽竹 那 所以都叫做有權是完了 這個調整有權是完了 那雖然它的 雖然它的 調整不是太多 只是調整了0.382 那 還要是 收穿了 那 但如果形態上 它可能 都有機會是可以完成的 看到是收穿了 那 那會不會再去到17896 這個50%呢 先再上 那 那 當然也 也都不排除 也都不排除的 那 那 看看它 小時圖 那 等一下要看看 美股的走勢 如果美股的走勢 向好 那 應該這裡都有機會調整完的了 那 看到小時圖有空隙出了 這個位置 MACD 那 也都在超賣區 Over Show的位置 呢 也都有一些 小小的 鍵底的訊號 那 那 都有權是 有權是 完成了 調整的 那 那 看回日線圖 那 看到 如果它今天收到羊竹的話 應該就是 開始個C的了 日線 那 看到它反彈上來 兩支羊竹 那就是A的 然後 音竹就是B 那 如果收到羊竹 那應該進入了C 那 到時 就最少應該STC 要上去 超賣區 上到超賣區 那 才完成 那 才完成 那 Y的B 反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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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之前的浪去比較,之前是這個位置,這個位置是W浪,這個是W浪的A,這個是B,這個是C B的反彈都是陽陰陽,陰陽足組合都是陽陰陽,所以現在都是出了陽陰,還差一堆陽足 當時STC都上到超賣區,即是這個反彈,STC慢線都上到超賣區 現在連快線都未上到,所以應該都未完成反彈 另外就是那個MACD的Histogram,它是轉了綠色的,即是它由紅色轉了綠色的 即是轉了綠色,它才是完成這個B浪反彈,看到現在這裡都還未轉綠色的 所以這幾點都覺得這個反彈應該就未完 那它這個回套純粹就是中了個比例,Retracement的比例,0.236,這樣就中了 那中完它可能會是再試的,C浪是再試的,A浪呢,就受制這個0.236,這樣就回套,然後再試,再試就有機會去18,600那些位了 那但是除了18,600這個阻力位之外,另外都可以留意4小時圖這個透過MACD浪呢,就找到這個18,400那些位了 那它也是一個量度阻力位來的,所以這個位都要留意的,除了18,600那些,18,400那些都要留意 那就看一看,看一看上證指數,看一看上證指數吧,看到周線圖它是收了在這個比例以下,那下個比例應該就是4.236這個比例,看到是3,022,3,022 那就差42點,距離的收視價差42點,距離的收視價差42點 那那個比例到不到呢,那這個比較難說,要看它會不會站穩5Mbps,那它日線圖在站穩5Mbps之前呢,都有機會是試這個位的,那如果它日線圖,如果它有日線圖,如果它有日線圖 下個星期站穩5Mbps,那就未必是4.236這個位置,所以這一點都要留意的 那數浪呢,1,2,1,2,3,4,3,4,5,那它要收陽足才可以的,它要收陽足才確認它完成了下跌5Mbps 那看一看,那看道指的日線圖,那看一看,那看道指的日線圖 那看見到,那之前是這個日線圖,在這個位置就是一個1浪,那它現在呢,就走到一個C浪,其實是 那看見到呢,這裡是,A,B,那如果用陰陽足的組合去看,它像是C的,那看見到是C1,C2,C3,C4,C5 那如果用日線圖的陰陽足組合去看,那它是走完A,B,C的,那這個就走完A,B,C普遍呢,就是這個頂應該會稍後會升穿 那看見到4小時圖會不會有其他的數法呢,就是會不會是已經走了5個浪的結構呢 那如果用4小時圖看,它就走了,由這個位置數起,那就是1,2,3,4,5的 那再找一個級別,1,2,3,4,5的 那再找一個級別,1,2,3,4,5的 那如果用4小時圖去數呢,就會是數到5個浪的跌了 那所以,現在應該就跌完5個浪就會做回反彈了 那也有個MACD的背似 有個MACD的底背似 那所以都... 像是時候出反彈了 那如果看回它的MACD浪呢 那如果看回它的MACD浪呢 之前就用MACD浪去找回它的量度 找回它的量度支持 那有個反彈的這些位置 那有個反彈的這些位置 1比1.68曾經有那些反彈 但是呢,最後都失手了 那如果是找回前面整個這個浪呢 那這個是MACD浪的一個量度比例 這個是... 有可能是一個浪與浪之間的比例 因為可能這裡加起來才是一個調整浪 那這樣 那所以如果用這個... 比例去看呢 那就會是... 看到那個1.618的位置呢 就剛剛是... 跌穿了,還有是有些支持 看到的 那... 都有機會是這些位置轉到向 如果是這樣呢 就有機會是這些位置轉到向 再加上那個日線的MACD是... 看到出了空隙的今天 那所以這些位置呢 就... 都大機會是... 就是那個... 下降動力開始減弱 那... 剛剛4小時圖呢 也都數到裡面呢 那... 是有機會圓了 五個浪的結構 那這樣做... 做回反彈 那這樣 那... 所以都比較... 看好的了 那個導子現在呢 應該照到... 做回... 啊... 對應這個跌落 的反彈 那... 就看一看... 那... 就看一看... 那麼... 看看看我... 那全部會看的 那... 從... 8月18日 開始反彈 那... 之後再玩了五天的反彈 那... 就彈後呢 那麼... 這個... 就... 去到50%的位置 那... 就... 反彈了五天啦 那就... 那個... 反彈看來呢 llers... 也是... 著... 就看來是... 那... 更高就一個 StoneSmart 沒差了 那這些啊 那... 即時有個回套 這個可能是反彈浪的B 反彈A B 有機會是還有一個C 這個C會不會升穿頂呢 都是不排除升穿頂 又或者是去到70%的位置 有機會是 因為如果這個2重3或者是一個平台浪 那它反彈呢 是會去到70%以上 所以是 現在反彈A B C 有機會去這個位置 甚至乎更高 所以都是 就是跟回道指走勢 都是看它會有個反彈 4小時圖 之前也說到這裡 有機會會轉向 因為它超賣的 昨天的Youtube也說了這個位置 有機會就做 對應這個浪的回套先 那現在就做了 看到那個回套都足夠的應該 看到回套全部陰燭 收回藥燭 所以也有機會完 這個回套 超過了70% 那 這個回套100% 那去到0.764的 應該足夠的 應該是可以有個A B 應該有個C 跟道指一樣都是有機會反彈的 看看黃金的日線圖 因為美元指數都準備做調整 所以黃金雖然日線STC是超賣了 但是MACD的位置還未太高 美元指數如果回落的話 黃金會繼續反彈 看看反彈的位置可以去到哪些位置 現在0.320也未到 還是差一點才到 所以黃金應該會有高位 甚至乎一下就衝去0.5的位置 即是1937的位置 就是這樣的看法 黃金應該就繼續反彈 看一看 看一看原油 看到就應該不是三浪 因為如果它是三浪 它這些比例會逐個失守 即是如果這個是1,2,然後這個是3的話 它這些比例應該會逐個失守 但看到它有支持 看到1比0.618已經是站穩了 反而是變成一個調整浪的形態 即是它有權現在是一個A、B、C 那這裡就是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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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RaceA、A於A 15、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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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on CarA behaveA Power đầu 如果升浪的話當然會一直衝上這些阻力的位置 但如果是反彈的話 如果是反彈的話 如果是反彈的話 加上我美元指數也是回落的機會大 首先看第一個位置 80.98 這個位置似乎很大機會到 甚至乎更高 這個位置似乎很高 這個日線有機會是 這裡做個反彈 要去到超賣區 有機會是 日線都是準備做幾支揚燭 可以找一下阻力位 因為它可能這個 這個反彈和這裡 都會有一些關係 比例上 這個也是4小時圖的 MACD浪 之間的比例關係 所以可以找一找 一些阻力位在哪裡 看在這裡 先一給 decay 東南 progress 對 你可以看一看 80.65 80 看看美元指數,看到多支羊竹之後收了一支陰竹,這個就像破壞了星勢 STC也是超賣區,做了死差,這些位置有權轉向,轉回跌 因為周線,如果是升六支的話,就比較像下星期開始會出陰竹 看回之前,收了六支羊之後,也會收兩支陰 所以,下星期再收羊竹的機會就會很小 反而是搏,下星期收陰竹的機會就會很大 我們也嘗試用周線圖,浪與浪之間的比例去找一找 看看這裡會不會有一個,在這個位置會不會有一個A,B,C的一個順勢平台浪的反彈 因為如果這樣量度,用這個浪和這個浪比較,就在找一個順勢平台浪的A和C的比例 可能再衝高一點就去到1比1 1比1這個位置就會有機會轉向 如果這樣量度,就是假設這個是A,這個是C,這個會是一個訊息平台 那,即是說這裡會不會有一個A,B,C的關係呢? 如果它裡面,又或者是W,X,Y,如果它裡面是有一個比例的關係呢? 那,這個機會會增加的,這樣 所以都找一找它會不會有些比例的關係 看到有的,看到是有一個1比1的關係 那,所以這兩個浪應該有關係 那,即是說剛剛所說的,這裡是一個A,B,應該是W,X,Y 因為它這裡後面看到是一個A,B,C 所以應該就會是一個W,X,Y浪 上升升,L,C兼升,B 所以那 March 都在哪裡 然後 Bryce和A過後面看到的是A去結合 而PS是H,堅持 B,a,B,B,B,C,A,B,C,到할坊 那, zob Sawee, yerde那,evil,B一點合决ayı 高了一點就度了1比1這個比例 看看會不會是今個禮拜到 即今晚到還是下個禮拜到 一度應該就會是轉向 一度應該就是 看看這個純粹是一個 純粹是一個量度 其實阻力位還是 它是 即是如果純粹是量度阻力位 它是有機會轉一半 然後再上 再下 但如果這個浪真的一個 A B C 要破底 這樣就不太配合到 未必太配合到 恆子現在的看法 恆子現在的看法 因為它在做反彈 所以它是要回的 這個美元指數要回一回 配合恆子那個 Y B浪反彈 Y C浪呢 它要 配合那個美元指數要再上 到時就 完了Y C浪之後呢 就會是開始一個 SS的C浪 那它到時就要破底了 這樣 如果這樣走的話就會比較配合到 啊 比較配合到 就是 那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 它也是 它也是可以這樣數的 即是它應該是擴張平台浪 如果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A B 這裡是一個B 那去到這些位置 C1 做了C2 C3 C4 C5 這樣對上這個比例 那這個 去到這個位的時候 應該那個恆子 就會是 去到 16700幾 那些位 那到時呢 就轉向了 那 所以 所以 在這些位置就會轉回 那個美元指數 轉回 破底 那 如果這樣的走勢呢 就配合倒行指 那 就是這樣的看法 那 所以 就應該下個禮拜 下一個禮拜 下一個禮拜 應該就會收音燭 之後再上 的 那 看法 美元指數 那 那 今天這條片就拍到這裡 喜歡可以給個讚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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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